人是跑到咖啡館 跑到炸麥藏 跑到就很氣壤的地方 到我們這邊還會有人去坐下來 這是感恩的 修行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人人可以沉默的 有人看到這題目大概說 哇那種胡說八道 其實這是有道理 我們這個中道氣功煉氣 我非常希望 所有來煉氣的朋友 慢慢可以感覺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煉氣 第一個階層是 針對你個人的生命 然後你如果還願意 一步一步的認真的跟著老師學 你就會發現你自己的 性命 當你發現你自己的性命的時候 我們這個幾個演講 就是讓你可以理解 你的修行不是只有你自己 你的修行是跟整個社會 跟整個人類的未來自己的關係 他的做法卻非常簡單 是從你個人做起 那麼我們今天講的第五講 講的題目是人人可以回王 但是要提到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是教育的目的 我們現在台灣的教育 基本上觀念是不實在 教育的目的 是要啟發每一個人的人性 找到你自己這個人 你自己本身這個人 獨特的 我們就開始來講今天的題目 正好奧運會剛剛結束 對不對 那奧運會結束 很多人看奧運看得非常快樂 喜歡自己的節目 看了覺得那些運動員好厲害 所以一講到奧運會 學術界或是社會就會說 哎呀奧運會是發揮運動精神的 所以要有運動精神的盛利 那麼現在的奧運會 我們曉得現在奧運會的主席 他在1967、68年前已經講過 他說奧運會的運動的目的是怎樣 運動的目的不在於征服 運動的目的不在於奮鬥 就是你對你自己的生活的一種競爭 所以目的不在於腳踏 目的在於參與 那這句話呢就一直被引用很多人 其實真正的奧運會 他的精神是什麼並沒有定位 但是大家都同意他的話 奧運會主要的是 是其人願意跟自己競爭 你願意努力的把自己表現出來 在這一種概念下 所以今年的奧運會 有一個非常特殊的人 大家就知道這個是 貝爾夫斯對不對 美國瑜 他一個人 幾屆奧運會參加下來 一共拿了 他一個人就拿了25面鏡 所以他是整個這幾年奧運會 所有所有的目光的腳踏 哇這個人真厲害 這個人 他這麼樣子的表演 這麼樣子的努力 可以拿到25面金牌 歷史上沒有人拿那麼多的 所以 我們就說 奧運會真的是跟自己拼搏 所以他是一個什麼 願意努力的人 表演的舞台 我們可以看看他 怎麼樣的努力嗎 記者就訪問他 他說 他的成功其實非常重要 就是訓練 高中畢業了以後 你看每一天他早上7點8 7點開始大概要2個半 中午訓練 然後下午就要運用 3點半到6點 你知道他一天有多遠的距離嗎 12英里 12英里等於多少公里呢 大概將近20公里 19點多分 我們一般人 一天有走10公里 你們有幾個 他在水裡面游20公里 每一天 除了身體不舒服 或者休假 特殊的日 他每一天這樣子 所以難怪很多人說 你看他多麼的努力啊 努力的去練習 努力的去做 所以他的體力沒有講 他那麼樣的刻苦耐勞 所以他的技術也沒辦法 因此 有人就說 奧運會 哎呀 就是要告訴你說 每一個人都 人生可以努力 每一個人努力了以後 就會有成果 所以 奧運會變成一個努力 展現自己 然後去不懈的努力 一個標竿 所以西方呢 常常在藝術 在電影表演 各位還記得以前還有 很多歌都是歌頌自己的努力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們注意去探究 他這個努力 他這個努力不是光靠 他其實是有天悟 什麼叫天悟 他有別人沒有 叫天悟 他的天悟是什麼呢 他從小就被整斷出 他這個叫做 注意力不足運動 其實就是過動 他是過動 所以他是過動 而他的父母親 教育他的時候 在西方的醫學裡面 怎麼樣去處理過動 我們過去不知道 就覺得這個小孩子是很完美 就要打他 我們的社會 就要規觀他 打他或修理他 但是現在因為醫學發達的知道 這是小孩子在發育過程當中的 某一些機制還沒有完全 所以他沒有辦法集中精神 在這個事情上面 他就一下做這個 一下做那個 所以叫做過動 所以醫生就 有些教育學家跟醫生 就提出了一種辦法 怎麼樣帶這樣的小孩 就是讓他 想辦法去找到一個 他喜歡的運動 那他一直做 他是喜歡一直動 所以呢 誘導他去做一種 運動適合他 這樣一來我們知道 在身體的機制 現在我們生理學的了解 你既然是這樣子動 身體就會想辦法浮充能量 所以他的運動消耗 食物什麼 都是朝這個方向發展 因此他的過動的症 他的這個運動症 其實就是他 一開始被引進做游泳的時候 一個非常好的動力 其實我有一個朋友 他一個小孩子是過動的 我看過那個情形 長達差不多七八年的時間 媽媽是很難帶的 非常痛苦 他媽媽我認識 他媽媽跟他的大學同學 開同學會在餐廳裡面 他小孩子是過動的 但是他從來不對那個 他的小孩子隨便打罵 他是帶著去的 那個小孩子 因為過動呢 你到哪裡去都不被翻譯 你到幼稚園也不翻譯 你被人家擠拖也不 人家也不翻譯 所以他媽媽是帶著他 結果 一個餐桌 他的朋友 坐在那一邊 你知道那個小孩子 那個小孩子 就可以從餐桌的推頭爬上去 爬到那一頭 下去的時候 這樣一轉過來 他媽媽在那邊跟同學 開同學會四個動作 然後可以這樣爬四個動作 然後可以這樣爬四個動作 每個人都知道 他的小孩子是過動 沒有一個人去阻止他 就讓他這樣爬 餐廳的老闆後來火大了 把他趕走 把他們趕走 你這樣一定會不會 所有其他的同學都支持他 那要怎麼了不起 我們換一個場子嘛 我們換另外一家 老闆不干涉 我們繼續來 所以你看要帶一個過動的 非常有興趣 他的這一個特徵 幫助他在運動場 可以不斷的活力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的肚臂非常不一樣 他的兩臂展開是201公斤 我們都知道 一般人手展開就是他的身高 他的手展開 他的身高還多8公斤 所以很多人就說 這不說白 他在那邊最難的 他的手就是挺挺的長 他會先摸到我 他會先摸到終點 而且他的腳特別寬 他的兩個腳長非常的大 所以人家就說 他那腳就像一個鴨子的脯嘛 要不然就是魚的尾巴嘛 所以各位可以看看 他有這些特徵 屬於他身體的特徵 那麼因為他很會動 所以你看他一天要涉及 一萬兩千大卡的食物 我們在這個課 我們在這個演講之前 最早就是我們有講過 食物的營養 一般男人的工作男人的 一天消耗量是多少 大概是在兩千八萬大卡 各位他吃一萬兩千卡 他比一般正常多 九千五百大卡 所以他的食物吃這麼多 他可以不斷的消耗 所以你看他一天有二十多米 這說明一件什麼事情 他有天賦 所以問題來了 這個人他這麼努力 但是非常重要的是 他要有這個天賦 因為天賦哪裡來 生出來就有 這是屬於人 人性的一個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人性 問題是他的人性 外面看得到 很多小孩的音樂家 他從小耳朵就非常好 你如果家裡都玩音樂 你絕對不知道他耳朵非常的能量 對不對 各位如果喜歡看玄影小說 你們知道有一個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舊家 叫做瘋瘋 瘋瘋 瘋瘋這個人呢 他說他畫 小時候他上學 他畫 他畫人 老師說畫人 他畫的都是烏龍 那老師都以為他是開玩笑 結果他自己後來說 他說我小時候看到的人 都是看到烏龍的 他的眼睛可以動穿人 他看到的每一個人都是烏龍 所以他的眼睛有特異供 後來他開天眼 其實他那就是天眼 他可以看到人的過去 可以看到人的味 這個烏龍呢 這個烏龍呢 各位如果到書店 還可以買到他的書 所以 每一個人 都有他獨特的偏心 只是我們的教育 因為教育方便 把它通往抹掉 所以我們要談的是什麼 是性 我們剛剛講人的特性 每個人生出來都有一個特性 上次我們在講的時候 講到了性情論 中國在第一 考古挖出來的 組件裡面的性情論 他告訴我們什麼 性自命出 命自天下 這是中國的時候 先人的看 而這個性自 我們現在寫的性自 在那個時候是寫的這個樣子 如果從 世語言的發展來看 他其實寫過字 這個字的情字 可是在組件裡面 寫的所有的性 都是寫的那個字 那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用發展的過程當中 用經文來看的話 他畫在這一個眼睛上面 是一個色 取色 所以他的意思 我們古老的祖先 對性這件事情的解釋是什麼 就是生命 自然求生存的人 就是我們這個身體 生出來了以後 不管任何一個人 他有自然求生存的人 每一個身體都不一樣 所以像菲爾普斯 他善於亦無有 所以他的腳幅很大 對不對 他的手夠長 他的體力夠 他可以扭那麼長的距離 這就是他這個人的特性 那麼性裡面有什麼呢 有情 所以情 我們上次也講過 情是性的外線現象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人表現喜怒哀樂 這個情形 其實是這個人 他自然在他身上 運作的時候 的一種表達方式 因此 菲爾普斯表現的 我們理解的五十二人的說法 我們就看到了這個事情 那不是只有他的命位 還有他的天性本身 所以他說 他媽媽 他的教練 非常的嚴格 給他安排了非常多的活動 所以 他是怎麼樣呢 他被啟發 他不希望失敗 被教育不希望失敗 所以 他就遵循了那個 非常嚴格的訓練方式 所以嚴格 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他講了一件事情 我不希望失敗 我不喜歡失敗 我不喜歡失敗的人 他這個心被激起來 是一個主動 但是他被教育的時候 叫做嚴格 我們 我們的用詞就叫做嚴格 可是各位知道嗎 古時候的人對嚴格這件事情 跟各位現在腦袋瓜裡面的意圓 這個事情是不一樣的 我們一想到嚴格 就想到什麼 你怎麼抬起來 我被領親的幫你打 這是我們社會的普遍建造 但是我一再的講 這個是 漢代儒家思想發展了以後 所產生錯誤的關係 為什麼 這有證據 我們來看 言如果用說文解釋來看 說文解釋是漢代 對言字的解釋是什麼呢 他說 言 教命及言 教就是教學 命就是命令 意思是說 在教學 或者是命令人家做事 下達命令 是非常的急 急迫 什麼叫急 禁止按照 這件事情被陷入 一段時間要完整 或是希望這個小孩子 趕快學會這件事情 所以是其實表示了一種 交折的一種心態 禁止了以後 所以這個言字 這個言字 它原來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禁 一件事情之所以可以起 就是 想著這件事情 我希望它做好 所以是禁 如果我們在看上書 《法華摩》裡面 日言止禁六 或是禁六 又言是禁六 意思是什麼 每一天都專注 或急迫的 或者是專注的 想要做到什麼呢 要做到所有的事情 都用六格 可以來做 或者是說 用六格的方式 是行 每一天該做的事 每一天我做的事情 都符合六格 其實這個地方寫六格 原來在高島上講的是九格 這個地方我們 今天不是要講高島上 所以跳過去 其實它講的是九格 就是一個人一生當中 應該要有九種德性 每一天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要符合這九格的東西 那你如果能夠做到六格 你的家庭事業都不可以 原來的文章的意思 不過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意思是什麼 是專心注重或急迫 所以一天的解釋叫做灰 因此我們知道原來 古時候的人 對言這個字看起來是說 我們對一件事情很在乎 所以言的上面有兩個孔 其實在古字裡面是三個孔 三個孔意思是 不願起完一而再再而三 不斷的叮鈴 那言既然不斷的叮鈴 表示了一種在乎在义 後面是什麼 為什麼他要不斷的叮鈴 下面這個字就是感 勇敢的感 我們現在寫的這個 研製你看 下面是一個勇敢的感 原來是寫的別的 那感刺什麼意思 你不斷的去叮鈴一件事情 說我叮的那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感 那感刺什麼意思 你們如果看 同樣是漢代所有人解釋 感的意思是什麼 進取 漢代的人解釋就是 你看 進取 進取的意思是什麼 我就這樣努力要去做 所以這個是很彷復的 對不對 那是很彷復的一個說法 可是如果我們把這個 漢代用的字往前推 你就會看到他的不同的意思 這個字 在比他更早的寫法是這樣 你就會看到這是兩隻手 我們已經解釋過 對不對 各位還記得 這是兩隻手 所以兩隻手是什麼 兩隻手在一起叫做有 你看 這個就是這一個的變形 這一個是這一個的變形 所以朋友是什麼 來倒他去 所以有就是誰能夠來幫助你做事情的 那個叫做有 否則就比較有 能夠給你增加人手幫忙你完成事情的叫做有 所以很快樂 你就可以看到什麼叫感 一種解釋方法就是 群聚正感 一個小孩要做拍照 說不出來 一群壞小孩什麼事情都敢做 聚眾回憶 就感 所以這個感的意思 就變成這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又故聲 這個故其實意思是什麼 另外一個意思 比如說古時候有一種經驗流傳下來 有那個經驗做基礎 所以我敢做 心理上在思思上有一種依托 所以本來不知道怎麼做 我現在會做 我敢做 這樣一來 敢就有了兩個意思 可是 這還不是原來的意思 我們如果再往前推 敢是 在經文在加護文裡面寫的是這樣 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就會看到 哦 這個是變邪 原來這個邪法 不是一隻手 下面是一隻手一個口 一隻手加一個口 各位 是右 右邊 右邊是什麼意思 右 古時候講這個右 就是提供歐明 保佑 就是有人來幫忙 保佑 是有一個威力可以保護的 這個叫右 或者是可以幫忙在旁邊城市 叫做俯佑 俯佑 怎麼呢 這個符號 既然不是有的另外一隻手 那是什麼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是在 護好墓 就是三千五百年前 有一位女祭司的墓被忘出來 她呢 就叫做護好 她所有的東西上面都有她的名稱 這個就是拓映下來的字 護好 你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女生 這是一個小 所以這個叫做好 對不對 這個叫做護 叫做護好 好是什麼 一個齒 這個就是齒 這個齒你看看 她的腳還不明顯 表示那個小孩子還很小 抱了一塊護 會腳落寬 所以呢 一個護女 所以這個是好 那這一個字 當然是護 她的其他的符號 通通可以看到類似的意思 你看這是兩個女生 中間一個字 這邊還是有 這兩個有點不一樣 對不對 這下面還有腳 可以插的 所以你知道嗎 你看到這個符號以後 你就想到什麼 以前那個皇帝 後面有兩個很大的扇子 有沒有 那個扇子是用來遮陽的 你到外面去 有人給你拿扇 我們到現在那個 那個八仙出索 後面還是有那個扇 那個扇就是來遮護的 所以這個的意思就是護 這個是什麼 就是做成扇子 大的東西可以形成了扇子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感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 感的意思背後是保護 保護護有 保護護有 這個跟我們講 剛剛群聚而作 做亂 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我告訴你我的經驗 我的屋子後面 有一撲小鳥 今年撲了三撲出來 我的保護清主是 同一隊撲七鳥生的 還是不同撲七鳥生的 已經生了三隊 每一隊都一樣 去年前年每一年都一樣 撲小鳥的時候 因為我在那邊久了 所以小鳥大概會認得我 可是不管你再怎麼認出 那鳥只要看到人 除非它窩在那個窩窩場 它是早就一下就跑掉 你在外面你想弄東西給鳥吃 你如果不是長時間的話 它不會啦 對不對 大家都有經驗 可是我告訴你 小鳥一生出來 開始餵食味道大 還沒有泥草也是會跑出來 那個時候 魔鳥 或者是副鳥 就是五七鳥 就會跟在它旁邊 保護 那個時候你去靠近的時候 你就發現那個鳥的機會 完全不一樣 那個鳥會發出警告的聲音 甚至於那個魔鳥 會過來拍打你 就說 剛剛 他本來很趕 他為了保護他的小孩 他趕 他變得非常熊悍 所以中國古時候有一句話 就是 女子先弱 為母則強 講的就是這個 所以你如果再回來看 什麼叫言 不斷的督促這個小孩子做教育 因為工作 或命運 其實是建立在什麼上面 建立在保護 和產生的勇敢 是忽悠 我們現在呢 明朗羅天阿威 要發揮 一切就叫做威侍 所以我們的教育已經離開了 我們祖先最早的教育 我們這小孩子應該要 要柔軟 要教育 我們跟別人勾斷 應該要有耐心 可是現在 姑姑都要做事 小孩子 一腳踢給保母 保母你敢不帶頭 我就靠 小孩子不是需要的 小孩子需要 破母愛 所以 教是陪伴 心的成長 一個小孩子的心要成長 需要人家陪伴 我們現在的教育 天涯 我們是在養野獸 是台灣教育的悲哀 這是台灣教育的悲哀 這是台灣教育的悲哀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這個佩洛普斯 他有他的特性 他的父母和他的團體 把他挖掘出來 然後經過合理的訓練 誘導他願意去拼搏 他得到獎 這是西方人 之所以會認為說 每一個人都應該能力的去工作 他們認為 人就是要奮鬥 但是我們如果看到剛剛的解釋 中國人有沒有怎麼樣的想法 當然有 問題是 我們對個人的看法 跟外國人是不一樣的 我們 這個我等一下會再解釋 我只是稍微講一下 我們看到人的人性的特殊處 不是從這個人去看 外國人是認為 你有這個特性 是屬於你這個人 所以他們很尊重個人 是把你人當人看 認為你有這種特性 我們的祖先從來不是這樣看事情 我們看什麼 我們看人有性 這個性是什麼呢 情深於情 道死於情 我們的祖先看人的出身 是把他看成什麼 整個天道的一部分 所以你這個人的特性 不是你這個人 是屬於天道的一種變性 那這一點點跟外國人不同的差異 整個是這麼影響 等一下 我們會繼續討論 現在我們再往下看 那不是 這樣子的能力 所以很多報紙上就可以看到說 啊 美國有這麼多的金牌 可以說明 美國的文化是一個多元文化 美國人有美國的 美國夢 所以美國是一個人間樂土 這就是報紙上 你現在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討論 在說的 美國有美國夢 你看美國第一強國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裡面的人 那你如果再去看 是啊 很有道理 為什麼接著有人去看 美國的奧運選手 很多都是智慧 自己出錢啊 自己信念自己啊 我們上次還鬧事情了對不對 國家出錢 然後他不出賽 可是你如果去看美國 奧運選手 拿國家輔助的 不是沒有 很少 自己智慧 有很多人不是職業 那是他的戶業 他的興趣 因此 人家就說 這就是美國夢嘛 因為他是多元文化 那些人都願意表現自己 因為那是一個樂土 住在那邊很快樂 所以什麼是美國夢 如果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的話 什麼是美國夢 我們就可以查一下 美國夢 美國夢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 美國人自己做的 他說真的嗎 因為 英國殖民北美 英國殖民北美 這一群人其實是清教人 因為他的信仰 跟英國國教不合 他們認為他們被英國皇室 或社會欺負 所以他搬到美國去住 是為了要找到他自己的 生活方式 所以 到了那個地方 是一個蠻荒 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蠻荒的地方 因此他必須奮鬥 或是更美好的 生活信仰 生活方式 信仰方式 所以要通過自己的工作 勤奮 勇氣 創立 跟決心 因此美國人說 美國夢的歷史 只要你肯奮鬥 你就到這塊地方來 我們的嚮往 一樣 這個土地會給你驚慨 這就是當初美國 對群世界宣告的一個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美國夢的背後 是什麼 因為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要 自己的勞力 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奮鬥 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創意 在那塊土地社群上去 它是個人的 所以你如果在電腦 叫做智典 智慧智典上面 可以看到 他講的是什麼 他說所謂的自由主義 是關乎你自己 怎樣想你自己 OK Taking care of yourself 是關乎你自己 跟你自己的事情 跟別人不相關 你相信什麼呢 你相信你自己 你相信每一個 every person 每一個人都 非常的獨特 而且他是自我自主 只要你肯努力 你就可以自我滿足 你就可以自主 這樣 這就是美國的人 美國學者的team individually 就是個人主義 下一個定例 因此他也認為說 在這個情形下 美國既然提出了美國 因此你如果相信 美國的個人主義 那麼你就會相信 美國政府可以 巴拉拉拉的用說 individual faith 它可以協助你 把你自己的事業 創造出來 可是美國用這種說法 去吸引全球的 聰明有聰明才智的人 到你去 所以美國們的病之不容易 非常具有說服性 每一個人要努力的發展資金 所以一定會相信這個 你每一個人都要努力才有獲得 這就是為什麼歐巴馬他在推美國的醫療設施 非常不順 我的一些美國朋友 直接就講 我們為什麼要支持歐巴馬的健康政策 我們每一個人都非常的努力 交了一堆錢 所以我們享受我們的保險 醫療保險是應該的 那一群窮人他不努力啊 他不奮鬥啊 他憑什麼來分享我們的 交的稅金 所以你知道 美國的 美國在很大比例的 中產階級 在高層階級 是反對歐巴馬的全民醫療政策 非常滿腿 為什麼他們認為那些窮人就是 笨 不努力 這就是個人主義思維 美國這個個人主義思維 產生的社會一些聰明 所以他不是非常完美 所以我們知道 從剛剛這樣一路看過來 你們就知道 一個人出了有夢 在那個圖地上 你要有行動 你要實踐你的夢 你要自己想辦法去實踐 其實這種實踐自己夢想的概念 這種個人主義 它其實是有一個更早的緣合 它其實有一個更早的緣合 它的緣合是什麼 就是宗教改革 是到了500年前 歐洲的宗教改革 那我們不花很長的時間 因為這個以前我們有講過 歐洲的宗教改革 可是最重要的是 因為在那個社會環境 大概在16世紀 歐洲最主要的是 政教合一的團體 所以政教合一就是 天主教跟地方的政治是結合的 所以每一個地區的王 都要被教皇撤空 所以權力最大的是什麼 是教皇 各教區 就是每個教堂 每個教堂 每個教堂 下面的每個教區 大家都要交錢 實力量 你收入的十分之一要教育教育 所以最有錢的是教育 可是各位知道嗎 為什麼 為什麼 路德 馬林路德為什麼要提出宗教改革 他指引這個 就是因為 人的系統 接管了神的系統 以後 你可以看到整個歐洲 從教皇以下 各種什麼主教 到教室 甚至去教會 都是貪污的 敗 大家都 齁 幾乎 一座 因此 就為了 練才在德國 這個叫做 TESTER 他賣的 贖罪券 名稱很好 他說什麼 他說 你買這個 我買一個 上面叫做贖罪券 你買它 你做的 壞事 就僅清了 所以叫做贖罪 其實是什麼 教育在練才 所以 馬林路德和佛大 就到那個 維等堡的教堂 他們接了一個求助武條 去辯論 那一件事情 最終 或者不講 最終 在西方的宗教 天主教裡面 產生了兩個現象 一個就是 圍靠聖經跟 圍靠信心 跟神的溝通 不需要透過教育 每一個人 都可以跟神溝通 那麼 福音從哪裡來 聖經 為什麼一定要透過 教師 念聖經給你聽 你自己可以唸 所以要不要唯考信心 唯考信心 因此 宗教 一腳被踢關 每一個人都呼出來 每一個個人 因為我都可以跟神通 我一定要經過別人 所以它是個人主義的 根本 這個把個人拉出來了以後的 對於整個歐洲武漫 也是非常影響非常大的 這個大道 當然只有一件事情是不行的 它是到整個的歐洲環境都有關係的 各位知道 一旦教皇被質疑 教宗教系統被質疑 各個的軍皇也就開始犯 為什麼 我下面的人收錢都被教會拿走 為什麼不是我 德國王或華國王 我收的還是收我的 對不對 那麼呢 所有的人民就說 你們所有那個 你們所有那個教會 都是念那個拉英文 我不會拉 我不會拉 中國文不行 法國文不行 英文不行 所以 各國各地區的語言 通通在翻證明 所以產生了什麼 產生了民族國家 對 到教會去 我們都講德文 那我們為什麼要跟別人合分啊 好啊 我們自己做一個就好啊 所以就跑分了德國化 我這種民族國家 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到 跟當你的人分區域了以後 那對不起靠近的人 就常常 欸 你精彩精彩我這個 對 我們剛剛台灣在清末的時候 有一個全 在台北就有一個什麼 泉州跟漳州的限度 對不對 就是這樣 你做的錢會怎麼搞不好 我這邊 兩派的大強 對不對 所以歐洲從那個時候 就這樣做 本來歐洲在一個宗教系統下 是非常富裕的 可是中國人講 我們的祖先講 打一場戰爭 那一年就沒有死亡 然後呢 更糟糕的死亡 如果有多人的話 溫疫就也行 所以 稍微好一點的是 當年都沒有飯吃 運氣不好的是 兩三年都死了 所以你們就可以看到 從1492年到1647年 一百五十年間 就是四場戰爭 幾年幾年半了幾年 一年夏天發生戰爭 那一年就沒有飯吃 再下一年又要發生戰爭 怎麼辦 所以你們就可以看到 平安的戰爭 整個西洋就不斷地平衡下去 然後 如果去分析它戰爭的原因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利物圖 還有霸權 我管到哪裏 你管到哪裏 再來是宗教 我姓改革的重點 就是基督教 你姓天主教 你姓天主教 你來怕 怕你來的人 共得丟 然後呢 爭奪權利 民主神 一切為了這個區域的 權力的事情 全部都保護了 就戰爭 戰爭就要死了 戰爭就要死了 各位知道 在那個時候的歐洲 歐洲的一種社會系統 一直要得到 十九世紀都是沒有變 為什麼 它是上下來 上面是貴族 下面是老百姓 所以呢 貴族如果兩個姜 爬出爬的那一塊花好爐 割的不是只有土地 是土地上的農民一起割 一個都不能跑 所以叫做農民 你是被算在土地上一起被買賣 那一打仗死人了 誰在做事 本來有一堆人 少人了怎麼辦 階級運動 對不對 父母先死了 小孩沒人養 教會收養 收養了以後 誒 武兵讓他 有沒有小孩子 比較勤快活動的啊 就 照他的宮廷店來做事 沒有人管你出生了 是你願意不願意做事 所以下面的階級就跑到上面去了 你如果很聰明 你就管你父母親啊 英雄不怕出生地啊 你就可以坐到非常高的位置 你如果肯唸書的話 那是不得了 所以個人的能力就得以發 所以你們就可以看到歐洲 一個是宗教改革 一個是戰爭點 所以歐洲的整個秩序 社會秩序整合都不一樣 它是個人的意識改革 而這個過程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各位 你們想想看 農奴既然不被管 父母親打死了 小孩子就到養護所 就我們叫做Azire就是屁護所 或者是被收養 這些人都是沒有意見的 有意見的是什麼 是那些流浪在外面被接收的那些人 對不對 所以他們都是什麼 身強力壯 想辦法要在社會生存下去的 個人主義的萌芽 跟我們剛剛講中國的系統是不一樣的 它的萌芽來自於什麼 是一個一個想要求生存 所以在那個系統下產生的個人主義關係 是自我 我要活下去 怎麼活下去 所以自我為意識就是人為有別 而且不只是人為有別 是想辦法把別人幹掉 如果只有一個位置 我就把別人幹掉我就上去 我就想一個位置 然後你如果希望獲得人家的精彩來養你 你就要想辦法表現自己總統的才能 所以所有的人在競爭當中 可是競爭當中需不需要朋友 還是需要朋友 還是需要朋友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同生相企的 就會聚成一團 所以同生相企的人會聚成一團 但是不管你聚成一團 或聚成兩團 最重要的就是 我存在才有一切的價值 我不存在相愛的東西 這就是西方個人主義 第二個特點 所以這種特點之下 各位可以看到 上個世紀以來 外國人對個人的研究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深入 非常的深入 我們舉這個心理距離來做解釋 人類學家呢 你說人啊 每一個人 跟社會跟朋友來往 它其實是有一個 叫做個人領域 這個個人領域在這個交往會的當中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一個是什麼 親密的距離 人跟人的距離 親密的範圍是15到44公分 這個範圍之內 兩個人靠得很近 可以聞到體溫器的氣息 這其實表示什麼 如果是男生跟男生 我不怕你手上有刀吧 這是最基本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親密 我們好到不怕你安算 個人距離是什麼呢 個人距離是46到76公分 兩個人還算朋友 見面可以握握手 你如果拿把刀 我發現還可以大退一步 還有一個安全距離 所以這個叫做個人距離 遠的個人距離是在122公分 就是說更不熟的 別握手的路了 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帶刀 你看看 我們來談判 對不對 所以他把這個人的心理上 一層一層的距離 分分得非常的清楚 這個是經過什麼 行為科學的心理實驗得到 所以社交距離是1.2到2.0 所以你們就可以看到很多人 去面試 求職面試考試 老師考你試 特別是研究所考試要面談 你看往往都要借個一張桌子 保持一定距離 為什麼 保持壯壯其 我老師在上面 那好啊 就一空換你五條 所以要保持距離 工眾的話 那就是一般的w 賀名的事 这个人的心理距离很快 这种研究 各位我们的社会真的是蛮落魄的 你就会看到日本人 日本人在他们的店 你如果到日本就会发现店都很窄 那么店窄 所以他的桌子的事情 他就会在中间画一个 在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单题 单题你们去坐坐看 那咖啡坐下来一个桌子上面画一条线 很多单题的店都是这样 就是这是一个什么 我们两个已经知道我们是一个咖啡屋 如果我们是陌生人 坐下来这样你不干扰我们 那个距离 不能小于那个距离 小于那个距离在日本的话就变得叫Kai 所以你如果到日本有很多素食店 就是站着吃了 为什么 你拿一盆两个人站得非常紧 有的人就开始 你口水都会涂到我的饭里面 干脆站着吃了 所以他们很快的就把这种心理研究放到商业行为里面 我只是举一个小例 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对知识的不重视 他们在距离的研究是 是已经在商业上在各种厂格都已经应用了 所以一个老板如果要对一个部署他要做说服你干什么 他有很多策略其中一种就是肢品 当他觉得说我要让我这个员工觉得我很重视他就跟你走得很近 手拍拍你的肩膀 你会觉得老板对我很好 但是他如果要苛责你他就站远你的眼睛盯着人 为什么有一个距离你不配跟我们在一起 这叫做心理威慎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也是不重要的知识 我们的知识是有来考试的 不是有在生活上的 那只是小举一个例子 所以像这样子外国人 我要讲的就是他们的文化系统当中 被个人的重视 就不断的经过科学 经过现代科学的研究种种方式 去拓展个人的认识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从刚刚讲的这个历史过程 一个大量的拓展你就可以理解 个人主义的形成是依据以上的 社会主要生产者的形成是依据 他是不考虑小孩子不考虑老人 为什么 社会就是我们这些拼命的老人的社会 我们来制定规则 所以这个个人主义完全考虑的是成年人 是在社会有竞争力的 这就是刚刚讲的西方个人主义的第三个课题 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小事情 我们的祖先不是这样的小事情 我们的社会 虽然很多人已经忘记古时候的主动家庭 但是我们的家庭伦理传下来 就是藏在那个家庭伦理里面 我们对个人的理解之内 你可以看中国的个人 本身明白 我在这里举个例子 很简单 左传一本书 中国古时候的书 为什么我特别把它标出来的 五七八零 一空子还要找 书上的记载 有一者的历史记载 他说刘子约 无闻之名授天地之中以身 他说我听说啊 名这个地方指的是所有的人 人是被天定了 要住在什么 天跟地中间 名授天地之中以身 所谓命人 因为天有这个意思 所以人才有个生命 是以有动作理 理义归理之者 一定命人 所以人生出来了以后 因为人的群绩关系 人要互相的居住在一起 他就有了种种的理义 理义归理之者 法则 人跟人交往 有一定的办法 这个叫做命 那你们如果还记得我上次在讲 有率人者 有带领人的 有跟着带领人 有交人的 有被交的 这就是一种互相对应的关系 所以能者养之以物 不能者败之取悟 你如果了解这种 人跟人交往的规则 你就可以得到 你的生命过程当中 会得到武器 如果不能 那你就会失败 那这个社会被失败 事故君子清理 为什么 君子在过去就是管理者 社会的管理者 管理者就很努力的实践了 中国家的理计里面的理 用个小人尽力 社会的下层人民就努力的耕作 因为各有其名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东西 其实重点在哪里 一路念下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重点 重点在 在事已有动作里 一位理智者一定天明 意思是什么 不管你是君子或小人 你生出来有一定的位置 可是如果你的行为能够符合 你那个阶层该有的行为 你就可以在那个位置定下来 这说明了一件事情 人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 改造自己的命运 这不是这一句话这样子直接讲的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孟子说的 苏母何人也与何人 有为者亦若子 对不对 如果你把其他的古人这些话 都在一起 你就知道这整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每一个人 透过自己的努力 你就可以在这个事件当中 得到你该有的位置 各位 这个跟西方的individual有什么不一样 你要透过自己的努力去奋斗 可是西方的individual 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达了 西年1500年以后 东方的个人主义 西方造的 没有清楚 但是东方的个人主义 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对待情侯关心的地方 他们有他们的个人主义 中国有中国的个人主义 东方有东方的个人主义 我们的个人主义 看的是什么 天命 西方的个人主义是什么 打倒别人 这就是在欧洲早期的时候 现在欧美社会发达了 全世界去掠夺资源了以后 开始有人物 啊 这个是不人道的 所以中国武术也讲到 吃饱了以后才知道 多不重 对不对 吃饱了才知道人物 因此你就可以看到 既然西方的个人主义 是建立在社会当中 那个能够跟别人竞争生命的个体 是以那个个体为主 所以我们就看到 一群人聚在一起 对不起 当然你有责任 所以个人主义不是没有责任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年轻人 这几年在那边 混斗了半天 搞了半天 一副好像国家都欠他了 这个社会欠往 这个国家欠往 我们的个人主义 把外国人的个人主义给扭曲了 你们可以看到 个人对社会有没有责任 我们刚刚讲 菲尔普斯拿了25面金牌 他仍然要被美国社会走背 这是什么 2009月1月31号 专门接受人家 阴影背后暗示的报纸 就写了一个报道说 菲尔普斯洗大麻 菲尔普斯洗大麻以后 各位 所以外国人 他 你注意看 他的社会的感应是非常快的 1月31号在报纸上见 2月1号他就好难道 不是第二天 不是第三天 不是 是立刻 这表示什么 他们虽然讲恶人主义 可是非常注意屈辱的关系 我还没有得罪别人啊 既然被人家挖了 对不起赶快 尽管我23岁 得到那么多的诚重 我错了一件事情 让大家 那我觉得很遗憾 表示我的判断力冷差 还要赶快施我责备 对不对 这已经金人的身份不合了 所以你们辜负人们对我的期望 为这我感到抱歉 我保证起来 怎么回答 讲究个人主义 老婆吃了啥 跟你有些没关系 这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 社会年轻人的理性 但是你们看看 费尔普斯是这样的感觉 不是只有报纸 不是他道歉就可以解决了 你们就可以看到 美国奥委员 马上就做出分意 他说什么 费尔普斯一直都是 是美国公民的榜样 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 是美国公民 所以他们非常赞赏他的成就 甚至可以说是他请到 拜表率的作用 这就是很像中国人的说法 可是美国最不错 他应该知道自己 肩上担骨的责任 他应该利用自己个人的魅力 干扰的帮助别人 尤其是那些年轻人 但是他不能履行 自己应激的责任安逸 我们相信 卫尔普斯一定会痛感 前卫 我们期待的伟大的冠军 不去做 我们的年轻人在干嘛 美国政府对卫尔普斯说出这种话 我们的政府敢对那里的年轻人说什么话 所以2009年2月5号有学 就根据人事实 对他进行三个月的进展 然后呢切开自己的事情 我们看到我们社会是没有责任的感覆 不管怎么这么多个人 所以你看到了那个现象之后 你看到了个人跟国家的关系 是这样子的时候 你还相信奥运是个人的赏市场吗 看起来像是抢国的竞技场 为什么 各位你们看看 美国是最多的金牌 如果用金牌数来算 美国英国中国大陆 俄罗斯德国日 一路排下 各位发现了吗 前面五个 你和我的安可理性 世界最巨大的国家 拿着金牌最多 那不是一面金牌了吗 不是你个人的魅力了吗 如果你在看 你在注意看 你从上面一路念下来 各位八国联军攻北京 被攻的是中国 这里面只有奥地利没有出现 七国统统出现 所以前面所有的国家加起来 就是全世界在一百多年前 八国联军攻北京 打人的跟被打的才在一起 你还相信是个人的努力可以成就吗 那为什么西方的国家这么强大 西方的国家强大 反映的在像 这个美国飞鱼一样 他表现在后面 这个美国飞鱼后面 表现的是 知识 是科技 是训练 是社会的财富 你们再看 奥运金牌 在抢上一次的时候 常常跑出什么样的真人 他穿的衣服比较科技 他的帽子的形状不一样 在更早的时候 衣服也为了表现速度 头发要整成不一样 各位后面是什么知识 是社会集体 对个人生理生化研究的知识 一个运动员为什么要可以 把他载到一个高原去运动 然后下来跑 跑长跑会赢人家 为什么 因为身体学告诉我们 当一个运动员 从低地跑到高地去训练了以后 氧气不足 会刺激他的 风血球上升 数量可以上升 所以等到他在比赛之前 再下到地面上来比赛他 吸氧比别人都比较容易贫 这是个人做得到吗 这是整个社会的地方 我们现在台湾 整个社会弥漫的是什么 个人的生活 我们在搞分裂 在搞谈论的高等 那些知识要临何需要的吗 合作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社会在干嘛 被西方人吸到 这句话是有评论的 所以西方 为什么这么强 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在文艺复兴过程当中 有一个人提出的叫做 马基雷利的君主论 马基雷利他提出了一个君主论 这个君主论的意思就是 强国论 强国论 那么强国论 他的政治思想 nurse 如果按政治学界来分析的话 它是一个目的 目的就是 国家要强大而不 volunteered 就这么简单 因此一個國家如果要強大 只要目的正當所有的邪惡手段就是這樣 從1600年到現在 整個西方的國家奉行的就是這個道理 國家是可以不管道理的 這個跟中國傳統的相當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當英國人要發動壓力戰爭的時候 英國政府對英國倫敦公民講的是 我們要爭取的是世界自由貿易 所以打中國的軍隊要離開倫敦的時候 倫敦市民是集體搬送武藏 萬物去征服中國老 只要目的正當 我們在想什麼 人家在想什麼 因此西方的政治軌道走的就是軌道 那麼西方是從各國在歐洲我們剛剛在講 不斷的互相打打打打打打打 各位怎麼可以知道 從那個我們剛剛講的95場戰爭 再下去以後 幾乎每一年都有戰爭 最嚴重的是到一次世界大戰 各位就可以知道 那就是死人無數 所以整個歐洲是非常破敗的 它需要什麼 它需要renew 它需要有resource 它需要自然支援 因此歐洲開始破壞 歐洲內部你殺我 我殺你 你沒飯 我沒飯 我們就往外要 所以歐洲擴張是其他 的發展 為什麼 因為 當他們開始擴張的時候 採用的就是multivated政治史上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蘇斯基開始 歐洲殖民開始 你就可以看到 一開始 因為歐洲離非洲 非洲離歐洲最近 所以有了血腥的奴隸貿易 就很非常快 1513年是西班牙 63年是英國 然後是法國 16世紀是法國 葡萄牙人 無法非洲 17世紀英國 法國的被迷 估計四百年間 各位 講的是活著頂張的 為什麼要算錢 最有數量 那個在船裡面 一群人悶死在裡面的都沒有算 活著的人是多少 一千兩百到一千 這就是西方的文明 是這樣子爬起來 所以 掠奪戰爭還不算 這個是送出來的奴隸 你們想 所有的歐洲在整個非洲殖民 那是奴隸的多少 殺死多少 那麼 非洲是這樣 你們看到這個 南美洲 那時候不知道 以為他是印度 你們就可以看到 1542年寫成 卡爾薩斯 謝忍 他跟他的教徒說 1500萬名印度亞人使民 如果我們去看印象 我們就可以看到 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是怎麼樣 幾乎把南美的印度亞人殺光 把人家宗教祭祀裡面的包金包銀的東西 從英國的歐洲去 把人家的婦女變成奴隸 把小孩子變成奴隸 我們的社會現在崇拜西方的文明 西方文明是這樣罰家 那麼 印度人到了北面 這是其中一種統計 有不同的統計 我只是其中一個 但是不管哪一個統計 都非常的可憐 非常的可怕 十七四季 第一批英國殖民子 踏上北美的時候 北美倡幣大概450萬給伊迪安 到了1860年 已經剩下30萬 到了伊迪安認證 有了剩下10萬 450萬剩下10萬 屠殺 但是美國人認為 拜美的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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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來歹性 各位你們就可以看到 西方文明跟東方文明 是全量不同的 你們就可以看到 到了1920年 美國如果沒有獨立 英國是占了全世界多少人 你們如果看到那個香料的歷史 荷蘭人剛抵達工業地 各位知道那個時候 香料在歐洲像黃金一樣的貴 第一個抵達印尼 站上一個種的滿滿是香料的一個屠住的島嶺 第一件事情你們知道幹什麼 把村長叫來 然後按照我的命令行事 留下幾家願意跟他合作 其他的種香料的農民 全部屠殺外地 為什麼 他要控制送到歐洲的香料庶院 你們都不聽我的話 生產那麼多 價格不是恰恰嗎 把你殺光了 我叫你生產一公斤你就生產一公斤 然後歐洲 一斤相當於一頓的黃金也有 所以歐洲的文明是唯物 唯財的 但是我們這個社會 一在告訴我們 一在崇拜的是希望的 如果日本不發動戰爭 不會有這樣的事 可是到了1945年 全世界除了中國外 中國也是比青年走 因爲一起 世界是歐美實際上的 暫停 休息一會 直播繼續 待會再開始 大概十分鐘 十分鐘休息 但是直播不停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的語音才會一直輕輕下去 所以如果講什麼話 不想被錄進來的話 就小心一點 不好意思 對不起 驕な 他活著 每個店 裏面 老闆 下一次 二次 十四 十二 十四